好 那我們上一節課提到 這個法國佩洛加巴斯德 用了酵母跟糖水形成營養液 他發現營養液的培養細菌過程 空氣中是有細菌的 而且不同地方 不同地點的空氣中 細菌的量是不同的 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第一部分實驗 各位在做專題是這樣 我先證明基本的性質 第一 先提出一個重要的證據 空氣中是有細菌的 你必須考慮你的培養液 會不會空氣中有細菌污染 好 接下來做一個非常非常著名的實驗 在我這邊被列成第四點 鵝頸瓶實驗 各位知道什麼叫鵝嗎 我畫出有點醜 這是鵝 看出來 大家吃過鵝肉吧 鵝的脖子是不是很長 因為鵝就跟大雁一樣 它的脖子很細長 我們就取它的細長脖子這樣的形態 取名這樣子的瓶子叫鵝頸瓶 那玻璃你只要加熱 它就會變軟 你就可以拉它 拉出來之後你越拉越細 那個玻璃會變得很細很細的管針 就像那個針筒一樣 所以早期科學家 為了要做細胞裡的實驗 他拿這個很細的玻璃管 用酒精燈收收收收 然後拉 拉了很長之後呢 把它弄斷 那個末端的那個針 細到比細胞還要小 所以可以在顯微機器下 用那個玻璃針插到細胞裡面 吸你要的包氣做研究 所以玻璃的延展性非常的高 好 當時那個拉斯德做什麼事呢 他拿玻璃瓶 假設這是玻璃瓶 還有一個管瓶 管在這 我就燒他的頸部這裡 把它燒成這樣子的形狀 畫板 把它燒成這樣子的形狀 可以嗎 好 這是瓶子 好啦 你不覺得這就是耳頸嗎 往下伸 往上 然後是他的身體 往下伸 往上伸 翅膀還有腳啊什麼的 耳頸 看得出來嗎 好 就這樣燒收這樣子 那這個耳頸皮裡面呢 放的就是他的營養液 糖水加酵母 這個實驗呢 當然過程中有經過滅菌 可是 特別的點在於 這裡面的營養液 跟外界空氣是相通的哦 管子是相通的哦 但是這邊有一個凹陷處 這樣一個管 這樣子的耳頸皮裡面放到營養液 就放在空氣中 那這時候是1864年 今年2022年 這個瓶子 都沒有細菌在裡面置身 裡面的糖水營養液 都沒有發酵 至今為止 這代表什麼 你說空氣中有什麼精神力量 我空氣有相通哦 可是裡面的營養液就是沒有細菌 因為空氣中玄武的細菌們 如果進來了 都因為重力的關係沉澱在這裡 進不去 所以空氣相通 但是微生物進不來 裡面就不會滋生細菌 所以早期科學家所看到的細菌滋生 都是來自於空氣 這個實驗就漂亮了 把前面的科學家的這些討論啊 爭辯啊 畫一個 句號 你們不用爭論了 真的是空氣中有細菌 我讓空氣相通 假如空氣的細菌一沉降 不進入就不會細菌滋生 就證明了 不可能是無生原論 這些細菌來自於空氣中既有的細菌 是支持生原論的 好到這邊就做完了 目前這個爾錦平還成立在巴黎 巴斯的研究院 但這個實驗算出的很漂亮 可是他並沒有辦法說太多的結論 譬如說好吧 這些細菌沒有辦法 你的那個培養異種的細菌 必須來自於原來空氣中的細菌 不會無從生用 那全世界第一個細菌 是怎麼來的 最早生物怎麼來的 巴斯的這個研究 當然不能說明啊 他只能說明你現在看到的 生物跑出來了 是來自於其他生物跑出來的 但是全世界的第一個生物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 所有的研究都有他的限制性 你只能解釋一部分的現象 你不可能包山包海 好那他也只能證明 前人的觀察有問題 他也只能證明前人觀察出現問題 你看到的細菌資深 都是來自於空氣 可是他不能證明 那有沒有可能 生物真的可以無從生用 各位這是一個邏輯問題 我證明你的研究方法有問題 但是不能證明你的理論真的是錯的 我只能提出一個證據說 我不支持你的想法 但是我不能因為一個證據 就說你的想法一定是不對 有這樣的一個邏輯關係 那這是兒錦鳴試驗 這就是兒錦鳴的樣子 這樣彎下去 然後還有組費哦 然後把裡面的糖水 營養液先組費殺菌 然後維持open 當然這個實驗有對照組 你把那個兒錦切斷 空氣就進來了 那個細菌就進來了 馬上就資深細菌 實驗組就是完成的兒錦鳴 對照組把兒錦的脖子折斷 馬上就資深細菌 那這是巴斯德很著名的兒錦鳴試驗 好啦 那我們很快看一下巴斯德的研究 他在1862年 用兒錦鳴試驗證明 來支持的說這裏支持 聲援說應該是對的 吳聲援論應該有問題 然後他就研究那個發酵作用 因為有微生物 研究酵母菌的發酵 結果提出一個重要的觀念 你現在看到釀酒的過程會出現酒精 不是那個發酵液 自己形化學反應的 必須要有生物在裡面 那個生物就是酵母菌 它不是只有化學作用 它是生物的反應 不然早期會覺得你把這些 這些糖水啊 這些麥汁放在一起 它會起化學作用 清成酒 不是 這是生物的作用 它反應就是酵母菌 好 然後他也發現一件事 酵母菌體內有一些物質 可以進行這樣子的作用 那個物質我們現在知道 叫做酵素 好 他發現了 你只要在短時間之內加到60到65度 那個 雜菌一般的細菌會死掉 但是酵母菌不會死 它發現到這個重要的差別 這個短時間加熱 加熱溫度也不高 可以殺死細菌 卻可以讓酵母菌活下來 不就代表你釀酒 只要做這個動作 雜菌都死亡了 酵母菌流下來 繼續做酒精發酵 好 這樣子的滅菌法 就成為巴斯德滅菌法 到今日 食品工業 還是用這個滅菌法 因為我不要了菌殺死 我要了菌流下來 我要了菌叫酵母菌 OK 好 還有後面的貢獻 他在85年提出一個理論 你會得病 是因為你被細菌感染 那這個細菌感染 既然知道 你得病不是因為天鹼 或是吃到什麼毒 你是被生物感染了 那我就可以透過一些 疫苗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他之前已經有一位科學家 已經確定叫金納 發現重牛豆可以預防天花 因為天花是一種微生物 對 所以他就開始製作 防潛病跟碳菌病的疫苗 而且成功了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科學家 OK 好 那你看到這裡 巴士的滅菌法 叫做低溫 短時間的滅菌法 他只能殺死一部分的微生物 留下你要的 但如果今天 我要全殺呢 我要一種一隻細菌 一隻病毒全部留 我要讓人吃的完全健康 安全沒有微生物 叫做高壓蒸氣滅菌法 你看跟巴士的滅菌法不同 超高溫 15分鐘 時間長溫度高 你們會說哇 這麼高溫怎麼可能 密閉 就有機會讓水容易達到100度以上 因為變高壓 對不對 水的三態 有沒有可能在 100多度的水還是液態 可以啊 高壓 所以很多海底火山的噴泉 海溫 200度 怎麼還是液態 因為壓力很高 所以只要高溫高壓滅菌法 這樣子所有的微生都殺光了 這是後來人做了這樣子的研究發現 所以就看你這個私民工業 你是要全殺 還是留下好菌 就可以選擇你的滅菌法 好 以上我們講到這裡